你好 歡迎收看12月10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2022雲朗觀光泰魯閣峽谷馬拉松 在今天清晨盛大開跑 壯麗的峽谷地形吸引了14000位選手共襄盛舉 而今年還特別邀請到東森氣象主播兼中華奧會運動與環境委員會的委員王淑莉擔任代言人 縣長徐正偉親自為賽事名槍 參賽選手迎著晨熙愉快前行體驗泰魯閣壯麗的峽谷風光 花蓮縣長徐正偉表示 泰魯閣峽谷馬拉松在今年邁向23屆 非常有歷史而且文明國際 尤其是從2015年開始 雲朗集團就冠名贊助 所以在此特別感謝所有協辦單位以及贊助單位的支持 讓賽事年年順利舉行 更感謝所有的參賽選手共同創造歷史 一起做環保一杯run到底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非常非常享受暢陽在我們泰魯閣 國家公民裡面 更謝謝前置作業的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夥伴 無論是我們這個雲朗觀光 已經在2015年就開始冠名贊助 而今天已經是23屆我們的泰魯閣馬拉松路跑 另外我也要謝謝我們的這個泰管處 這個我們的楊處長 以及工總還有公務總局以及華麗縣體育會華麗縣政府 雲朗觀光集團總經理甚至人支持時提到 從2015年開始雲朗集團就冠名贊助 泰魯閣峽谷馬拉松越來越盛大 今年也結合公益健康綠色環保以及永續 邀請跑者一杯讓到底以及參與舊鞋舊衣服送非洲的活動 讓泰魯閣峽谷馬拉松兼具環保與公益 越辦越永續 越辦越健康 所以今年我們還是延續大家用一杯到底 我想我們跑者都是最有水準 最愛護環境的這個跑者 也謝謝大家的配合 另外是我們跟舊鞋救命有合作 大家如果有這個好的這些衣服跟鞋子 都可以在跑完以後 然後捐到我們給舊鞋救命這樣子的一個據點 然後這些鞋子會整理完以後 把它送到這個非洲去給這些小朋友 那也不只小朋友還有大人 那如果忘記帶鞋子的話 跑完以後可以把你腳上的鞋子 就直接捐出去 那最後祝福大家越跑越健康 越跑越快樂 謝謝 而本屆的賽會大會 提供跑者環保杯 成績證明也改用電子檔 提供選手自行下載 鼓勵跑者一起騰襲太魯閣國家公園 垃圾減量愛護地球 希望所有的跑者能夠一起踏實感受 這一片土地 所帶來給大家的感動 記者臨結休靈鄉採訪報導